第一個部分的話 如果我要把全程遊戲的例子 25個檔案寫到Excel 把o.txt改成o.xlsx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當然如果你不太知道怎麼做 第一個很簡單 就跟我們之前一樣 寫o.txt步驟差不多 第一個你先開什麼? 開三重.txt比較好了 所以f等於open 然後路徑的話 我這邊路徑還有改 所以我把那個路徑改一下 路徑應該是這個吧 全程遊戲的例子 那我習慣用複製的 複製上面這邊把它貼到這裡來 然後路徑的話就是 那個什麼? C疊底下的User什麼TypeE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三重.txt 那我把它怎樣? 把它開起來對不對?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再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檔案物件裡面的那個 叫Realize 有沒有 那Realize 意思就是說呢? 把那個三重裡面的每一行切割 變成一個串列 那我再把它一行一行的 把它分別讀取出來 讀取出來之後的話做什麼? 做切割 那因為切割的話 它這個三重點txt中間並不是逗點 像之前我們是逗點 它是空白 所以如果你要Spritz的話 其實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Spritz的瓜糊裡面 放一個空白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三重是不是能夠被 切割成一個串列 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如果得到的結果呢? 假設它是一個中瓜糊的一個串列的話 那表示呢 它是直接可以透過Spritz.append的 可以幫我把它塞到哪裡呢? Excel裡面去 所以第一個步驟 你要先確定 你輸出的結果是不是一個一個的中瓜糊 那這個是第一筆資料 第二筆 第三、第四 然後它多一個 這個換行 那理論上 最後這個是可以不要放到Excel 不過如果你懶得寫這個的話 反正通通丟過去 要丟過去它換行 它如果這個換行 它好像不會幫你 它好像會幫你過濾掉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管 沒關係我已經知道它是一個串列 第一個 step 第二個step的話 還記得吧 我如果要把那個 資料寫到那個什麼 寫到Excel的話 那當然呢 我們是 必須要用什麼 用一個物件 我們是用那個什麼 這個 之前要用 用叫SHEET 不過有的時候 叫SHEET SHEET.append 有沒有 再把剛剛切割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放到SHEET裡面去 它就幫你塞進去了 這個 可是問題 你要產生SHEET之前 你上面一定要先產生什麼 產生那個 OpenPyExcel 然後再產生那個Wordbook 透過Wordbook 產生這個SHEET的物件 所以接下來 我要把它塞進去之前 記得就是把這一個 剛剛產生的這個串列 放到SHEET的append 那為什麼先寫 因為這最重要 如果這個OK的話 那上面再補上面三行 還記得嗎 所以以後 那上面三行 你甚至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好像我記得我們之前 有在很多地方 有寫這個 有沒有 FROM這個 然後 INPUT的這個Wordbook 有沒有 然後利用這個Wordbook 產生一個WB 然後呢 Active之後的話 產生一個叫WS 或者叫SHEET 我改一次好了 之前是用SHEET 這邊也叫SHEET 因為有的時候 名稱 這個也叫SHEET OK 所以呢 把這三行呢 Ctrl-C 放哪裡呢 放在這上面 那意思就是說 我引用這個 這個模組的這一個 Wordbook 然後呢 透過這個Wordbook 產生一個物件 叫WB 然後呢 指向這個 WB 的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呢 就幫我append進去 OK 好 所以喔 先把那個 所有的資料 先把它切割輸出成串列 Step1 這個是Step1 然後 第二個Step就是 就是 再加上這個 叫SHEET Append 有沒有 再來第三個Step就是 上面要增加 這些東西 這三行 其實這有點固定的啦 然後呢 最後就是存檔 所以呢 第四個Step呢 就是底下呢 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呢 這個前面也有講過啦 就是 save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save 所以底下呢 再增加一個叫 透過那個WB物件 裡面有個方法叫save save到哪裡去 save到 我把它save到這裡好了 save到 下載這邊好了 所以我把它 這邊已經有路徑 save到 這個路徑 download底下好了 然後名稱叫o.xlsx好了 就是Excel檔 就是幫我把它save到這邊 然後最後print一下 資料已成功儲存 好 所以呢 總共有四個Step啦 一是 這個是 這個什麼 串列 輸出串列 這個第二個的話 加這個啦 這個二 這三 這是四 這四存檔 這樣就ok了 看看一下 如果三重ok的話 再去思考什麼 加進os.work 把所有的目錄裡面的檔名 放在這個程式裡面 我就全部都放進去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好來試試看喔 接下來我們把它run一下 看起來應該沒錯吧 所以這個run出來ok 然後append進去 把它存檔 看一下 有沒有錯誤訊息 沒有 資料已成功儲存 看一下喔 在我們的下載裡面 有沒有o.xls 有耶 ok 但是目前應該只有三重 所以打開來看一下 三重 是不是只有三重的資 有了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是三重的 然後這個資料的寬度可以再調一下 點兩下就寬 因為它寬度不足嘛 把它調一下 這樣就ok了 或者這四欄點兩下 這樣就可以了 總共五十五比啦 如果三重進來了之後呢 再來就是中立嘛 可是你不可能一個一個手動的嘛 所以再來就是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在哪邊做個變動 在這裡嘛 這個的上面 把這個改成一個什麼 一個o.x.work所獲得的那個串列 一個一個回圈讀取就ok了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程式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9頁就有了 39頁 那我剛剛是先抓中間這個啦 中間這個是開檔 然後 再分別做後面的 所以 39頁這邊 我剛剛是先開三重 然後再把它append到那個 這個e-sale 試試看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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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